基隆就业服务站前年与市政府及肯育业者合作 推出的就业公路计划逐渐发挥效果 就业服务站最近就跨区一 争取到南港软体园区厂商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 希望鼓励基隆市民就近就业 这里是道文工业区正在举办联合征裁活动 包括道文工业区厂商及多家知名企业 共提供了365个工作机会 其中一家位于瑞芳的玻璃厂 更计划一口气征裁100人 比例上还是瑞芳的多 可是因为瑞芳的人才的扑儿比较小 那当然我们就会找到基隆这边来 那基隆这边当然也是有一部分的就业人口 但是大部分的基隆就业人口都往台北跑 我们是希望我们可以尽量 如果就近的话 如果大家也愿意的话 我们很欢迎他们到瑞芳这边来打拼 基隆就业服务站方面表示 今年就业市场明显好转 许多企业都积极寻找人才 以上个月刚举办过的大型就业活动来说 初步违和成功的500多位失业者当中 有近300人目前仍持续上班 今年整个就业市场在基隆的状况是整体是缺工的 那作业员出工体力工或是高阶主管 这些都是相对的缺乏人才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3月8号那场真才活动 我们经过两次的电话追踪 有280几个民众都已经在就业中 那从今年厂商在真才活动 他们活动后马上通知求职人去上班的速度来看 就是大家是缺人的缺人很凶 另外基隆就业服务站更积极拓展 基隆境外的就业机会 像从道仁地区一路开往南港展览馆的就业公路 就逐渐发挥效果 包括新成立的一家大饭店 也在这一次联合真才中到基隆找寻人才 南港软体园区更有厂商提供许多就业机会 给寻找工作的基隆市民 这个路线开了两三年了 也已经成了气候 那一方面南港的软体园区那边 我们最近也已经进入去 开始在掌握那边的厂商 那如果从安乐社区到那边的话 其实是20分钟就到 那直接下高速公路都不会塞车 那民众也可以考虑到南港去工作 旧福站也呼吁想要找工作的民众 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各项真才活动 只要保持信心 相信一定能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 记者张旗团创稿岛